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买了一些梨 洗净后放在桌上 让大家自己选择 孔庸只拿了一个最小的 并说 我比哥哥小 应该拿最小的 父亲问他 弟弟不是比你更小吗 孔庸就说 我比弟弟大 我应该让给弟弟吃的 父亲听到之后 很高兴地说 好孩子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 小朋友 我们要尊敬长辈 同时也要爱护给我们年纪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